拍电影的机会比较少 所以和全新的团队和新的演员合作呢 其实每一次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让我们的奖声接响声有请二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us to this Maria Lifton Division Head of Jewelry in Heintzeler Marketing And she is an international brand ambassador Mr.Hoolman 朋友们有没有掌声接掌声再来一次 我跟大家请两位没有派声 Go Go Be Shine please come to the dinner of this stage 邀请两位台中请 来现场我们看看胡哥的粉在哪里 好的 那我们在把那个封送给两位的时候 大家抓紧时间来记录一下这个瞬间 欢迎两位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两位来到 火动机场头 Thank you so much for joining us First of all Maria Please on behalf of the EJ Give her a welcome remark please 那首先呢我们邀请Maria代表伯爵 来为我们讲几句 Help please 大家好 有没有奖声送给Maria You're Chinese so perfect 有没有奖声送给Maria You're Chinese so perfect 非常荣幸与大家共同度过这个美好的下午 也非常荣幸与大家共同来见证 伯爵Possession十来日转系列新品的发布 大家都知道这个系列对独特的设计不处在于它可以转动的设计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设计来激励人们内带的能量和勇气 是的 我们看到这个系列当中的每一支作品都是独一无二 它将伴随佩戴者一起来迎接人生当中的每一次挑战每一次机遇 欢庆每一个愉悦的时刻 它将是你人生的趋真伴侣 同时陪伴你来见证更美好的人生启程 所以我们也看到时来运转系列就像伯爵为您提供的一位亲力振友 它将在人生当中的每一时刻始终伴随左右 来陪伴我们一起来遇见美好 所以谢谢Maria 我们也知道是Mr.Vugge's very first time started in the campaign film 所以我们来问一下他的印象 是的朋友们 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这是Vugge先生第一次 看遇到伯爵Protection时代运转系列广告片的拍摄当中 我们也来问Vugge先生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OK 大家刚刚已经有看过这个广告片了吗 有 是吧 其实在这个片中大家可以看这个故事呈现的内容 就是告诉我们 其实在我们人生的各个阶段都会遇到很多的新的机遇啊挑战 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片中看到很多我的好朋友们 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不是什么时代运人系列 那这个特别的系列呢 带给他们的是什么呢 带给他们的是面对生活的勇气 因为他们是放映思考 探索的智慧 同时呢 还有它象征了好运 嗯 通过这套片的拍摄我觉得 我在和他们分享 收获成功喜悦的同时 我也感受到了 拥抱生活的武器和力量 啊 说得太好了 相信啊对于每一位伯爵的庸董 对于每一位胡歌先生的粉丝来讲 当我们拥有一支 Porsession时来运转系列的作品 仿佛不仅仅是作品本身 胡歌先生的这一份力量 也在始终陪伴着我们 激励着我们前进 所以Maria刚刚刚刚刚提到 这些设计和想法 这些特殊的设计 想要用的方式 所以请大家分享给我们 什么的思想 那朋友们 接下来呢 我们请Maria来为大家 来传递一下 究竟时来运转系列的 独特设计背后 希望为我们传递什么样的灵感 请大家 请大家 是的 那我们都知道 Porsession时来运转系列的 诞生于1990年 是的 那从一开始的 这支Porsession时来运转系列 就为大家传递了 品牌的精神和精髓 是的 那希望传递的精神 就是永远比刀球的 做得更好的品牌精神 以及始终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所以我们计则 计划作为一种愉快的 旅程 玩乐的旅程 一种旅程 一种旅程 我们希望通过 这样的设计 让大家感受到 一种愉悦 一种自由 和一种灵动 And you will see that within the new collection this year we introduce Pave the Diamond PTs so we will make our pation shine even brighter 是的 大家也感受到 一直以来呢 时代运转系列 都以華麗耀眼的 贵金属搭配五彩 丁绷的用质宝石 来绽放多样的魅力 开启您的人生态度 那在今年的这个系列当中呢 我们也特别推出了 纯洁可看的白蜜蜜 象征着 开启人生 全新的阶段和篇章 所以呢我们也看到 今年推出的新品是完美的诠释了 伯爵在贵金属方面的 炙真教义和独特的灵感 是的 朋友们 相信刚刚大家都注意美好 其实胡歌先生本人 就是不停地开启人生 新的篇章 不停地抱用更多可能的 最好的诠释和佐证 所以想问问胡歌先生 对Ten for the better 遇见更多美好的 是什么样的解读 在我看来 Ten for the better 它的意思是 当你遇到新的挑战的时候 你要学会用新的视角去思考和探索 我觉得这是一种智慧的学习 同时你需要有更多的勇气 去面对人生当中的作者和困难 我想这也是佳姐伯爵 一直以来所坚持的 品牌哲学和生活理念 说得太好了 谢谢胡歌 是的 我们看到那可以转动的同侧的设计 运含着最美好的寓意 是的 当我们看到 在你决定转动这个轻妙设计的那一刻 你已经掌控了自己人生的主动权 你希望开启新的方向 转换视角去勇敢地追随你的梦想 是的 因为我不相信 我们会有很正常的理想 但是博爵这个品牌 我们对于生活抱有积极的热忱 我们永远对生活说 是的 我准备好抱有我的命运 谢谢二位 掌声再次送给两位好吗 感谢两位非常富有建立的分享 好 胡歌也爱你们 对不对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还有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 我们也要邀请胡歌和Maria 共同来为今天值得欢庆的 Persetious Legend 系列新品的发布 来举杯香气 好的 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收下麦个锅 送上香槟酒 那现场的朋友们 虽然您手中没有美酒 但是建议几位 我们还是把最热的欢呼声 送给胡歌和Maria 送给亚洲伯爵 并在室内运转新的新品好吗 Do the better life Cheers Cheers 干杯 转动遇见更多的美好 要不要让我们共同来干杯 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收下香槟杯 我们邀请两位举杯香槟 我们共同来喝酒 进入下这样一个欢庆的时刻 Please come to the front of the stage Let's cheer for this very celebrating moment 谢谢Maria Thank you so much 朋友们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收下香槟杯 相信今天胡歌先生的这个迷迷们觉得 单单有这些照片是不够的 来 Please come to the center of the stage 接下来邀请两位来到台前 好好的给大家拍照的时间 好不好 好 来 邀请二位 Please Yes it's a photo time again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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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现场的朋友比较多我们也领导一下先来我们右手边的朋友这边 This way please 好 再来是左手边的朋友The left side of the stage 最后就是我们中间C队的美女朋友 The center of the stage Do you come to the lounge please 所以我们也问问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开心吗 Are you happy Yes I'm really enjoying the moment 但告诉各位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 那就是我们的抽奖环节奏 We still have more fun to go than in our lucky draw of action 我们稍后呢将会在大平空滚动的闪烁的伯爵相册当中 抽取一位非常新铃的朋友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副新铃的朋友到底是谁 So later on we'll select one extremely lucky one from the album on the screen 我们先让这边请 好 No it's okay We just together 好 我们把Z位留出来给最幸运的这位朋友 来我们邀请某个学生来帮我们发布口令 开始 好 大屏幕滚动请来究竟是哪一组朋友来 有没有尖照 是谁的某个学生 空间的状态 selected 就有没有尖照 是谁的 是谁的 我这就是谁的 是谁的 我先许多多 来 对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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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开始吧 这次出戏的新品发布会 您感受如何 我其实觉得对我来说 又是一个新的体验 也算是新的挑战 就和Possession的这一款戒指一样 每当我遇到新的挑战的时候 就习惯性的转一下 然后我就可以换一个视角去思考 然后我就获得了新的面对挑战的勇气 我们今天其实也看到了 你为Possession系列拍了新的广告片 那想问一下你在这次拍摄的过程中 有没有一些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实在片尾和片头大家有看到 这次的广告片我们用到了一架直升机 那也可以说是我在拍摄的所有广告中 第一次有看到那么大的阵仗的 那也可以看出伯爵对这条广告片 和对Possession系列的重视 在生活中有没有对德斯的广告比较有德斯的广告 德斯的广告 德斯的广告 哇哦 根据自己的心情和场合来选择我的配饰 那Possession这个系列呢 当然是作为我的首选 它除了有简洁但不简单的设计之外呢 我还非常的喜欢它的寓意 我觉得每一个配戴在身上的这个配饰呢 除了美观以外 它更重要的是它的意义 它的内核 那我想问一下鸿哥 接下来关于一些你工作生活的节目 那接下来有什么工作计划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现在一直在看剧本 我也希望在之后能够有新的作品 因为我也好久没有拍戏了 在挑选剧本方面 你有什么自己的考量和一些标准 没有尝试过的 对我来说 都是我愿意去挑战的 那你现在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尝试的角色 特别想尝试的角色 我好像很少有机会穿制服拍戏 这属诱惑吗 不是不是不是诱惑 就是比方说警察呀医生啊 我对现实题材的这个行业剧 我还是比较感兴趣 那其实你最近大家都看到你 好像有什么东西 你现在往电影转移吗 他之前也跟像 你好计划里面周旬啊 情话这样的一些电影 有很多新的合作 那想问一下 就是说 那这样的合作 你有什么感受吗 因为我之前可能拍电影的机会比较少 所以和全新的团队和新的演员合作呢 其实每一次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比方说像周旬啊 像秦昊啊 我之前就很喜欢他们的作品 我也经常会传播他们的表演 所以有机会可以和他们面对面的演戏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对我来说是很好的锻炼 我觉得时间是人类创造的一个概念 然后因为有了时间 我们对自己的生活 对自己的生命 我们有了一把衡量的尺 那既然有了时间这个概念 我就觉得我们有了这个衡量的标准 我们有了这一把尺以后 就尽量不要虚度光阴 那今天白色的谷歌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哎呦 当心当心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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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会这样吗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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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